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汉轩帝为了让肖旺之这个年度新人王得到很好的锻炼 派其为平原太守 在朝中干得好好的 到乡下当个费力不讨好的太守 肖旺之尽管心里边不太愿意 但还是隐忍着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在委婉的尚书向汉轩帝提出了自己的忠告 朝中如果没有争先上见的臣氏 就不容易知道过错 国家缺少贤达的人士 就不容易听到百姓的好恶 愿陛下选明经术通古搏金之事 为内臣参与政事 忠心辅佐皇帝 这样有利于政局稳定 诸侯又怎么敢为所欲为 汉轩帝觉得肖旺之言之有理 在元康六年 把他调回京城任少府 这个少府是九卿之一 查肖旺之精明持重 众人都说他精明持重 议论有余才认宰相 说简单点 就是说他是天生当丞相的料 可是 当汉轩帝的签生令下来的时候 不是叫他去当丞相 而是出任左逢林 这个职位相当于俊太守 在刹那之间 肖旺之原本热血沸腾的心 降到了谷底 对于这样的平调 肖旺之以自己身体有恙为由 拒绝上任 韩轩帝知道原因之后 就派世中成都侯金安 去向他进行解释 说这是对他进行 全方位立体式的考察 没有贬低的意思 肖旺之消除了误会 很快就上任去了 汉轩帝又把意见 交给梁府商讨 丞相御使向张厂问难 张厂说 肖旺之等所言 是常人之所守 怯连梁州被扣方求饶时 民上有击法病死于道路 况之来春将大困乎 不早律所以拯救之策 而隐常经以难 恐后为重责 常人可与守经 未可与权也 肖旺之与吕强 又举出五帝时期赎罪法 引起暴乱的事实 再次反对赎罪之意 当时丞相卫乡 御使大夫秉急 也以枪换快要解决 均需大致相挤 而否定了张厂的建议 神决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十九年 肖旺之又被提升为 御使大夫 神决元年 西腔军事叛乱 西汉派遣后将军 赵冲国前去讨伐 经赵尹张厂提出 入宿赎罪的建议 现在大军出征 攻击紧张 西方农业欠收 将会引起饥荒 希望命令由罪者 入股赎罪 以救急难 张厂的建议 很快就遭到 肖旺之的反驳 他认为民有 好意欲利之心 关键在于 上之教化 对待义和利 不可不慎 金玉令民量肃 以赎罪 如此则 富者得胜 贫者毒死 是贫富一行 而法不一也 他充分发挥 博学的专长 引经据点 好一口铁齿铜牙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得到了当时的 丞相魏湘和御史大夫 秉急的支持 最终的结果自然是 肖旺之获胜 张厂落败 肖旺之做了三年 做锋利 考察期满 京师的人都称赞他 具有才智 治理有方 汉宣帝提升他为 大鸿鲁 大鸿鲁就是九卿之一 掌管接代 处理少数民族方面的事物 公元前59年 丞相魏湘去世 秉急继任了丞相 空出来的御史大夫位置 终于落在了 萧望之的身上 他也就成为朝中 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两年以后 匈奴内部大乱 四分五裂 缠于自立为王 汉宣帝召开朝义 他说 匈奴危害边境已经很久了 我们可以趁其混乱之机 派兵消灭他们 萧望之听了 却摇头反对 他说 春秋时 晋军侵略齐果 听说齐侯去世 带领大军返回 原因是 君子不发丧 一位恩族已 服孝子 以守族之情 感动诸侯 前禅于木画 相善称帝 前时请求和亲 四海之内欣然 现在我出兵攻打匈奴 是成乱而性灾也 比必奔走远顿 恐怕劳而无功 应该前时调问 服其微弱 救其灾患 肆以闻之 贤贵中国之仁义 如果匈奴 因为蒙受我们的 援救之恩 得服其位 必臣服我们 治国已得 国家 就会长胜 他这一席话 说得汉宣帝 是频频点头 接受了 萧望之的建议 派兵前往匈奴 辅助匈奴国 禅于平息了内乱 安定了局势 匈奴 遂向西汉臣服 人们都夸赞 这是萧望之的功劳 武奉三年 望成心切的萧望之 犯了欲速则不达的原则性错误 向汉宣帝打了一个小报告 大致意思是说 丞相秉急 连破牢椅 汉宣帝无法接受 萧望之赤裸裸的 取而代之的宣言 就下令 建章位于金安上 光鲁勋阳运 玉使忠诚 王忠等人 一起对萧望之 进行了一次批判大会 按理说 萧望之应该及时浪子回头 主动承认错误 消除误会 争取汉宣帝的宽大处理 可是萧望之的牛劲上来了 他取下头上的乌纱帽 表示对这样的结果 无法接受 那就对不起 我不客气了 汉宣帝直接没收了 萧望之御使大夫的帽子 随即给他戴了 另外一顶草帽 太子太妇 以后就专门当太子的老师好了 孟子云 极限于罪 然后从而行之 是网民也 焉有人人在位 网民而可为也 韩颜寿 自长公 历任郡文学 建大夫 淮阳太守 颖川太守 东郡太守 及左逢利 以连杰著称 史称 巡利 韩颜寿 原初颖川韩氏 是韩王信的第七世孙 他的父亲韩义 在西汉昭帝时期 担任过燕王流淡的郎中 燕王叛乱之时 韩义挺身而出 故意阻止他自回前城 结果为国捐躯 韩颜寿作为烈士后人 而被提升为贱大夫 本十三年 韩颜寿因出众的治理能力 签身为颖川太守 颖川郡的强宗豪族众多 势力根深蒂固 错宗复杂 他们与地方官员狼狈为奸 危害相礼 百姓苦不堪言 前任太守赵广汉 对豪强采取极为强硬的 分化打击措施 虽然有效地抑制了 丑恶势力的壮大 同时却也导致 社会关系紧张 邻里相恶互为仇敌 暴力冲突一触即发 也正是因为这样 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 安颖川和卓郡安天下 韩岩寿一上任 就决定进行 风风火火的 扫黑除恶行动 当然 他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 采取武力镇压 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是采取以柔克刚的办法 采取教以礼让的措施来治理 首先是善于纳建 韩广泛征求意见 善于接纳劝谏 表彰孝敬父母 尊敬兄长和有品行的人 他甚至放下自己高贵的身份 亲自宴请当地 具有威望的长者 跟他们一同商议 规定了婚丧嫁娶的礼仪规格 要人们大体上依照古礼 但不能越过法律 他修建了学校 大力推广儒家礼乐 宣扬维护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的伦理道德观念 坚持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化民成俗 其必有学 其次是 言于律己 他接待官吏 给予很多的恩惠 但是纪律严明 有人欺骗或者辜负了他 他总是责备自己 难道是我对不起他们吗 他们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 官吏听说之后 都非常后悔 据说有一个竟然因为过于后悔 而选择了自杀 第三是民主决策 他有令即行 有进则止 有一次他巡行到高陵县 有兄弟两个 因为田地的事情打官司 严寿听说之后 非常伤心地说 我侥幸做了这个小官 本来应当给全郡人做出表率 然而我对教化宣传的不够 一致让骨肉兄弟打起了官司 责任在我呀 这一天 他闭门思过 整个县里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于是打官司的那家人 整个宗族都责备这兄弟两个 这兄弟二人也深深地感到后悔 自己剃光了头 光着上身 来向寒颜兽谢罪 愿意把田地互相移动一下 到死也不再相争 整个郡中非常和睦 互相告诫勉励 没有人再犯法 第四是取信于民 有一次寒颜兽出门上车的时候 发现一个麒麟迟到了 就斥责并处罚了他 寒颜兽回府的时候遇见他了 看他欲言又止 就停车问他缘故 那个麒麟说 小经理说 善待父亲的人才有资格侍奉君主 在家兼有母亲的爱 和像君王一样值得尊敬的人 就是父亲 今天早上您驾车出门 我等了很久您还没出来 我的父亲来到官府门前 不敢进去 我听说后急忙出去迎接 恰好您登车出门 因为尊敬父亲而被处罚 这岂不是有损叫化吗 寒颜兽叹息说 如果没有你 我差点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于是寒颜兽特地召见这个麒麟 因为他勇于觐见而启用他 寒颜兽有这样的四大优点 自然得到了百姓的一致拥护 后调任左锋利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受到了御史大夫 萧望之的嫉妒 被呈上狡猾不到的罪名 这时候萧望之 正是汉轩帝身边 当仁不让的最红的红人 因此他的金玉两眼 汉轩帝只好依了 结果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又一起斗额冤的时间上演 东风无力百花残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行刑的那一天 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 将寒颜兽送到罚场 扶老邪又攀柱球车 浸凤酒肉是痛哭流涕 词写了一曲悲壮的离歌 刀斧手问他最后有什么遗言 他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 说了一句 再苦也要有骨气 再穷也不要再做官 切记 切记 韩颜兽后来被世人称为巡礼 清明 流芳百世 下面提起的这个人叫杨运 恐怕呢 大家还会有点陌生 但是提起他的父亲杨厂 想必大家不会陌生的 不错 这个当年成功推荐了魏相的杨厂 做过丞相 他的母亲司马英 是著名史学家 兼文学家司马迁的女儿 总之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杨运 他就是名门之后 他先是担任左曹 后来因为揭发霍氏家族 谋反有功 谦生为中郎将 封为平通侯 神觉元年生为朱立光露勋 位列九卿 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 叫做虎父无犬子 应该说这阳运什么都好 要才华有才华 要口碑有口碑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 这话一点都不假 杨运跟他的外祖父一样 出于泥而不染 蒸蒸铁骨一身正气 敢于冒死在皇帝面前执剑 大胆进行揭发 步入仕途之后的杨运 目睹朝廷之中贪赃枉法成风 心里着急 于是他就开始了弹劾的慢慢征程 喜欢弹劾别人的人 注定要被别人弹劾 结果他的政敌戴长乐 对他进行了反弹劾 罪名是八个字 拿主为戏 语尽悖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拿皇帝开玩笑 言语很是反叛 当时的汉宣帝 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别人对他的大不敬 于是以诽谤罪 就把杨运头上的乌纱帽摘了 让他回家务农去了 之后 杨运过的是采菊东 篱下悠然陷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 眼看着杨运年纪轻轻 就退去江湖而逍遥自得 他的好朋友 也就是郡太守孙惠宗 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杨运 提出一个忠告 希望你闭门思过 安心改造 早点出山 一展宏图 忠告是 不要整天宴请五湖四海的朋友 饮酒作乐 放浪行海 应该说 孙惠宗的目的和愿望 还是好的 但他不会料到 正是这样 开门见山的希望和忠告 却让杨运感到脸上无光 于是 受到伤害的杨运 来了个反伤害 马上写了一封回信 报孙惠宗书 回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首先对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 进行了辩解和维护 其次 对孙惠宗表示了讽刺和挖苦 最后对皇帝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和怨恨 整个一封信 写的是洋洋洒洒通畅流利 锋芒毕露 当然 杨运发泄归发泄 但这样一封带有正直色彩的信 他并没有寄出去 也就是说 他的回信只穿两耳 别人并不知晓 只不过是自我泄愤 可是 都说这年头运气差的时候 喝凉水都能呛到 杨运依然过着他的谈笑有轰如 往来吴白丁的生活 但是 大祸 却不期而至了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泄